这是一只被主人卖掉的小毛驴 因为换了新主人 握在驴圈里说啥也不愿意站起来 最后还是被原生主人拖起来交给了买主 这是我们这边一个养殖户啊 买了一头大驴 多少斤 632斤的驴啊 然后修蹄子 咱们来看一看啊 多少钱来这些 21块钱一斤啊 仔细看着头小毛驴的蹄子 据原主人讲 已经有五年没有修过蹄子了 所以虽然生长在新疆 但整个身体还是这么的瘦小 原因就出在没有修理过的驴蹄上 看到驴蹄就两眼放光的老肚 先给驴鼻子送上一颗棒棒糖 随后抄起正量的新铲刀对准驴蹄 随着两声清脆的喀巴响 舒服 一大截蹄子已经脱离的脚底 随后又换上大钳刀 因为后面的几个蹄子要比刚才的厚 大剪刀直接一下搞定 四个蹄子光切下来的这几大截就有三斤左右 外加等会上凳修底 切下来的加一起也得五斤重 再加上老肚的手工费四十元左右 整只驴驴还没拉到家 就已经赔了一百五十元 要知道这一百五十元 如果育肥得用多少草料 抛开金钱不谈 单单的讲把驴体养成了这样 驴驴要受多大的罪 也就是圆主人就在旁边 真不好意思大声讲 他是如此厚颜懒惰之人 说话间四个蹄子已去掉了一大截 老肚开始了上凳环节 好在驴驴知道了我们对他的善意 昂首挺胸的把前蹄交给了老肚 而我们的老肚为了今晚的下韭菜 开始了切土豆片 好在蹄子里面还算健康 可是修完前蹄 老肚你冲着驴腿敲打那几下 是几个意思呢 可能是刚才敲打驴腿的缘故 后提修理的过程 驴驴好像就没了刚才的耐心 不过整体还算安静 只是后提的肉垫明显要厚很多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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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肉的样子这么厚 这脚 站住 站住 四个离去的脚底都是不平的 这样走起路来是非常不舒服的啊 莫了我们的老肚还是用铲刀给每个蹄子都圆下边 这样不仅外观漂亮 更是为了毛刺伤到吕吕 四个蹄子都修完了 吕吕也从蹄开始向着餐桌迈向了一小步